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围棋迷你短对局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一盘中国棋手之间的对局 是在2003年全国围棋甲级列赛中 马小春对于斌的一盘棋 这个马小春呢 人是非常聪明的 表现的这个也非常激进 他的棋风呢 这个是经常出人意料 而且非常擅长于这个挑逗 什么叫挑逗呢 就是隐忧对手犯错误 这盘棋呢 这个马小春呢 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诡诈的一面 这个在布局阶段 非常灵活的斗那个于斌 一直把于斌给斗火了为止 然后呢趁势而入 他就顺顺拿下了这盘棋 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这盘棋 这盘棋由马小春持黑棋先行 通常黑棋呢都是在这里守脚 在这里先挂脚呢 当然也是求变化 白棋也挂 黑棋拖 这个都是普通的定势 下一步棋 如果白棋在这里接 黑棋拆出来 这样走呢 虽然是定势 但是被黑棋这样飞压一下 白棋都跑到上边去了 所有的子这个都跑到上面去之后呢 效率就显得不是那么很高 所以呢 这个时候于斌呢 也采取了一个求变化的下法 反过来加工这个黑棋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布局 过去也经常有人下过 通常情况下呢 遇到白棋这一家 黑棋都是在这里大飞 然后白棋从这里靠出来 这个形成一个大型定势的变化 这个棋呢 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马尔春现在呢 也可以按照正常的布局和定势手法去走 但是他开始呢 有意识的呢 寻求变化 下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棋 他多走一路 普通情况呢 这步棋都是在这里大飞的 多走一路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引诱白棋在这里靠出 黑棋扳 白棋退 黑棋再扳 这样呢 这个白棋往这边 这个段呢 是必须要补的 但是如果补的话 乌温补在这也好 补在这也好 黑棋这个子都比放在这要好得多了 这个是大飞 这个定时中经常出现的变化 因为他远了一路 这个棋白棋走起来就不舒服 这个子就不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白棋呢 就很容易上当 这个变化呢 也有一个名字啊 叫做长刀定式 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大飞这个变化呢 叫做腰刀定式 这是日本棋手棋的名字 这个多往远了一走 叫做长刀 就把那个刀呢 又多放宽了一尺 这个定式呢 是很很早以前 这个大概有几十年了 是由日本的工藤济肤九段发明的 这个工藤济肤九段 对这个长刀这个变化 非常有研究 而且这个写过许多 关于这方面的论著 刚才说过了 对于这个长刀白棋 不能从这里靠出来 一靠就要上当 白棋如果在这里飞 也正好被黑棋从这里盖住 这个黑棋也很舒服 白棋如果从这里拖 黑棋扳 白棋退 黑棋接住 这个刀呢 离黑棋的外势太近了 白棋也不能满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拆一 是正招 白棋拆一的时候呢 当然最希望黑棋或者跳这个 或者走这个 这样呢 这个局部形势就缓和了 就没有战斗的 发生的余地了 当然黑棋这样下呢 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个也是很普通的 等于走了两个棋型 限制这两个子 白棋具体应该怎么进行 也看不清 这是很正常的一盘棋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刚才说过了 这个 要挑逗嘛 所以你不挑逗对方 对方就不会犯错误 靠这个 这个继续挑逗 靠这个呢 白棋 这个是俗手 黑棋挡住 白棋挡吃 黑棋接住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挡住 这个黑棋太厚了 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还可以跳出 继续 这个和白棋作战 如果白棋走这个 黑棋就把它蒙进去 这个棋 这个白棋全在里边 黑棋外势太好了 如果长呢 黑棋挡住 将来三三还要靠了连班 白棋脚不干净 外边这两个也不安全 这两个子也受到了威胁 虎这个挡上 打吃 接住 如果这个棋 白棋敢于捅出去 这个棋 黑棋要勇敢的断上去 接下来白棋挡吃 黑棋还要立 这样 白棋完了 白棋挡下去的话 黑棋叫一吃 接上 再一打 你如果一退 黑棋一长 这面要争你 这面要夹死你 这个棋 白棋 马上就崩溃了 挡这个也没用 挡这个 也是这个变化 打吃打吃 再打吃 长 然后再一压 两边要争紫 也就是说 这个棋 白棋是捅不出来了 这个就是这部棋 靠 它的意思 那我们先说结论 这个棋 白棋应该走什么呢 这个在黑棋 争资有力的情况下 刚才我们屡次提到了争资 白棋应该冷静的长一下 黑棋接住 然后白棋再考虑局部怎么下 这样的局部呢 被黑棋这么接了以后呢 黑棋棋形显然比这样和这样 都要厚实许多 但是这个 毕竟白棋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 这所以白棋也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这个是局部的 这个双方平稳的变化 这个渝滨呢 看到马耀车 这么挑逗的 不服 走出抢手反击 但是这也正好是马耀车所希望的变化 黑棋如果打这吃 白棋接住 黑棋还得接这个 黑棋这地方出现了断点 白棋里边还是活得很好 这个黑棋一下子就吃亏了 但是黑棋早就准备好了抢手 打吃 这里边双方下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白棋非常不可 黑棋压 这不是好奇 利用这个充分利用这个黑棋争资有利的条件 限制白棋的行动 刚才说过了 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黑棋打吃 你只好接 再打吃 你只好尝 再一尝 完了 这边要蒸 这边要吃 所以这个情况下 白棋只好挡这个 黑棋拐打 白棋依然不能尝 这就是黑棋争资有利的作用 如果你再尝的话 再压 这边要蒸 这边要吃 还是不行 那白棋走什么呢 也不能说这个鱼冰挖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变化 他也看见了 先手扳一下 这就是非常有趣的手段 黑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就上当 白棋再一尝 等黑棋压的时候 白棋可以管下去了 这个蒸子没有了 这个被白棋先手补掉了 这个马上黑棋崩溃了 所以白棋在这个地方 无论是长也好 斑也好 黑棋都只有置之不理 先把这个子拔起来再说 然后呢 看白棋怎么来收拾这三个黑子 时间中呢 白棋是长的这个 假如这部棋去 挖打 看着好像是挤了黑棋一气 不让黑棋在脚里脱先 但是这一气 撞的是非常有代价 这个 黑棋这个压的时候白棋难收 白棋无论跳这个还是弯这个 这个将来都有问题 黑棋先手跳 白棋挡 黑棋拖 白棋是要扳这个 黑棋反扳是秒手 如果你从这打吃 黑棋一退 吃这一个子和从这里吃通 是一样的 这个和在这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从这里打吃 不管你在哪 黑棋可以卡这个 你不敢提 你如果提了这一打 上面那个子油被蒸掉 这一打再一蒸 其今就被吃了 所以这个地方 白棋必须要给自己留一口气 不能撞击这一口气 这个是这一行变化的关键 白棋只好长 既希望有什么呢 希望黑棋跑这个 现在黑棋在压这个时候 白棋可以顶住 你这个没有针子问题 这一棋撞不得 这一棋撞完了 外边就要出棋了 这样呢 等于白棋呢 里外吃通了 黑棋这两个子不敢要了 但是意外的 黑棋也并不是不能下 拖一下是描手 是硬手 看你怎么硬 看你要脚 还是要吃两子 如果走这个 黑棋顶住 白棋只有做活 黑棋立一下 只要爬 黑棋比如说 就爬这个 然后呢 比如说从这扳 这个棋有一个什么讨厌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它可能是先手 这个子是先手的话 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出棋 直接不由分说 就把它蒸掉 但是这个 如果是先手 白棋只能在外边补锡的话 这个铺 变成了黑棋的无忧结 也就是说 靠这个无忧结帮忙 黑棋在左边活一块 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 黑棋拖三三的时候 白棋 为什么不从里边搬的到底 你从里边一般 它顺手把这两个救出来 你还吃不掉它 那白棋可就什么也没得着了 所以黑棋拖的时候 白棋把这两个吃掉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下法 下一步棋 如果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把这打吃 这个 脚上还是黑的 但是白棋得了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也很厚实 白棋可以处理外边去 这个黑棋下的也很激紧 脚里活脚虽然很大 但是我不活 这个没有 我重视这个 外边的实控 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下法 这一段之后 白棋这个则动不了了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靠着这个地方 明明有个先手打 白棋要一动 黑棋就敢硬吃 这面就全变成了黑空 白棋也没办法了 说这个东西不能动 也不能硬来啊 去搬一下 希望把脚能全吃干净 其实这个棋呢 在这里走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 我不去跑这个子了 我限制你的发展 让你在这儿做活 你活了就活了吧 然后我再去占其他的大厂 这个倒也是一盘棋 这个也是血腰慢慢下的 但是无论是怎么说 吃这个脚总还是蛮大的 黑棋呢 现在不能无缘无故的全死掉了 要有点借用 先断一下 这个算案 也很妙 白棋只能在这里打 给你走 白棋顺便如果接这个的话 那黑棋放着这一个大火角 黑棋就太舒服了 白棋这个地方 并没吃到多少东西 所以这个呢 也是最强的变化 硬要黑棋 把黑棋往这边赶 看你赶不赶硬活 这个但是 现在这个棋呢 由于这儿留了一个断打 将来还留着这个跑梁子的余味 黑棋呢 暂时先不动 这个也是绝好点 棋价值呢 一点都不比这个脚吃了小 我们现在看到 黑棋 把这个脚弃了之后 这儿换到非常大的一部棋 这儿又换到绝好的 左右坚固的一个大厂 形成了一个类似高中国流式的一个广阔阵容 这个棋呢 应该说黑棋在步级阶段 这个步伐很快 已经开始领先 这个地方很奇怪 就是说 或早或晚 这个地方还得走 你如果白棋打吃 被人这么走了之后 黑棋吃这个的话 下一步他要接这个了 白棋肯定受不了的 白棋只好走这个 那被黑棋一小牵 这个里边 基本上应该算活皮了 所以这个脚呢 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 还有一个 就是白棋难受在这儿 他不干了 跑这个 跑这个怕被什么硬压了 什么之类的压死 因为黑棋这里有一个绝对先手的打 所以下成这样 一看黑棋这边模样 太大了 白棋防患于未然 先把这两个提掉 让你这里边活不成 同时呢 让你这个也变成后手 这样白棋 就有了活动这个子的余地 这个时候呢 棋局很微妙 黑棋占据了广阔的形式 白棋占据了一个超大的肥脚 形式说不清谁好 但是黑棋呢 现在下出了很有意思的招法 挑逗 这个是马耀纯这番棋一贯的政策 这里边老给你留点味道 不干不净 这个其实 用意很明显 你不理我 我就跳进去了 下一步 你再不理我 我又这边 吃去 回去了 就地做活了 一手比一手大 你要理呢 你就挡在这 我这班又是先手 你还得理 不理我 跳进去或者尝尽 你又全没了 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 这个虽然死干净了 但是这两个子是有用的 它可以走在这了 下一步棋 假如你去不让它进脚 它还可以把它接上 这些都是这个很有用的后续手段 这个接了之后 由于这有一个靠 这有段 这有夹等等 这个地方已经活干净了 所以能够利用到 先手利用到这两下 黑棋总是便宜的 这个地方呢 马尔春也是打了一场心理战 他就是认定了这个于斌呢 不会在这三应 其实要走这个 白棋就应一个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战斗要转到这边去了 就算全局黑棋稍好 这个棋好的也很有限 但是这个心理战是非常厉害的呀 他走这个时候于斌 不肯让了 凭什么我在里头再应你一个 有本事你在里边活去 这是我子耳朵的地方 我要采取主动 要猛攻你 这个棋走了之后呢 真要说怎么攻 这个也还真看不清 这个 K棋 然后直接这么跳进来 是不是就能活 也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马尔春呢 继续挑逗 适应手 打赤 看你肯不肯接 这个是关键 如果你肯接一下 白棋将来这个小尖 就有可能变成先手 这个地方挑尖完再吃这个 这个地方基本就活了 或者哪怕再跳 这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能打到 这个将来能利用吃这个词 做文章 黑棋就比较容易活 但是 于斌呢 又下了凶招 这招棋是中计了 下到这个时候 这招棋 有用了 白棋 说实话 按道理说只能忍住 但是他忍不住 一定要下最凶的 要一起吃 这个就中了 马尔春的轨迹 但是这个轨迹呢 不是明目张胆的轨迹 这里边包括着非常深的计算 这个时候 粗粗一看 好像黑棋怎么都跑不掉 但是 马尔春 心平气和的 继续做准备工作 同时这步棋 也是双方必争的形式要点 这步棋如果被白棋走 白棋这个外势宽多了 这边 马上这个字就要活动了 黑棋就变成匾子了 这步棋一飞起来 这边全变成了立体化的阵容 本身就是好点 更要命的 这招飞起来 阴着这里边的棋 这个是 马尔春的棋风的特色 隐蔽 手法非常隐蔽 藏得非常好 这个渔滨当时走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没看出来里边有棋了 这个时候呢 破鱼形式呢 也是不得不抢大厂 如果在这里 比如说 不管你在哪再补一个 这边是没棋了 但是这边还要轮到 白黑棋先动手 这个黑棋 这右半盘的形式不得了了 没法看了 这个白棋受不了 所以 白棋抢这个大厂 也是一种心情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叫 所有的挑逗战术都到位了 对方已经上钩了 马尔春开始收网 先搬这个 这个是先手 白棋只有这样取眼 下一步棋 妙手 一搬 说这个搬怎么是妙手啊 看不出来过不去啊 哎 过不去也是妙手 如果这个棋 你单走这个 白棋一立 脚里的死活是一样的 白棋这里边的宽出两气了 这宽出两气了 和这边的对杀 有极大的关系 这就是马尔春 瞄着对手 弱点 计算准确的地方 先搬 搬的时候 白棋已经没话讲了 这个不能打这吃 打这吃 被这么弄一个先手打劫 活哪受得了 人家随便在外边 哪走两手 黑棋无忧节啊 白棋已经完了 硬着头皮 只能挡下 黑棋从这里打 妙 白棋只好提掉 黑棋这个时候再一冲 这个时候 白棋的防线出现了问题 就是这个是为什么 七一个子是妙手呢 就是这个地方将来 一扑 白棋所有的弃圈紧了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 这个地方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先看左边 白棋如果顶住 黑棋这个段 是好手 白棋如果这么吃 黑棋立下 白棋挡这个 黑棋拐出来 这个收器 白棋系数明显不行 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如果打这个 黑棋就接住 白棋打吃是先手 但是没有用 你如果压这个 黑棋顶 白棋挡住 黑棋走 白棋最凶的只有连班收器 黑的补助 白的补助 双方同行 黑棋先动手收器 这个毫无疑问 对杀是黑棋有力 这个地方谁先动手 对方就倒霉了 这个是左边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对杀变化 就是这个棋冲的时候 顶不住 顶不住怎么办 这往后退 黑棋再往前冲 看着好像束手 非常的厉害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拐出去 白棋如果继续封 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妙手的作用了 扑是先手 马上就要吃 接不归 黑棋 白棋正好提掉 黑棋再叫吃 这要吃接不归 白棋正好再接 黑棋打住 白棋全被打成一船饼 黑棋再从这里拐出 白棋如果扳头 黑棋靠 这样 这个马上就全不对了 这个白棋只好走这个 这样黑棋 扬长而去 如果挡这个 这是一气吃 白棋这个地方 由于气紧 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这就是当初这个一路斑 这招棋的作用 非常厉害的 等于这白棋上边 一口气都没有 确保了黑棋这个卡是先手 同时这招棋呢 也放在了最好的位置上 所以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不敢接这个了 只好挤住这个气 黑棋一断 这个气 白棋真是糟糕 现在还不能到这来宽气 如果你在这宽气 且不说你是死的 还是活的 这个地方不对啊 他一扑起你的气之后 你这个地方全没有气 一打吃 只好接住 再打吃 还得再接 黑棋一断打 白棋一爬 黑棋一长 这边要吃这个 这边要蒸紫 摆了又完了 所以这个白棋的这个防线啊 确实是有点担保 走到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好强行压住 黑棋断 这个地方是 马尔春是可以说是 算无一侧 全给你看清楚了 白棋再顶住 黑棋再断 毫无办法 白棋一点办法都没有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简单的 这坐眼就可以了 不管你打不打这吃 都没关系 等你去眼的时候 他一点 你接上的时候 他一退 白棋被吃了 这个就里外的全完了 所以无论如何 不能让黑棋做这个眼 白棋只好点这个 但是遭到了黑棋一爬 黑棋再接上 白棋没办法紧气 这个是要命的 致命的啊 如果你紧气 被他一断 你只好退 再断打 只好拐了 黑棋一长 外边出现了争子 再压这个 这个完了 你就要搬 再拐吃 你走 再走 这个对于高手来说 这都是一目了然的变化 再一拐头 这边要吃这个 这边要争这个 彻底崩溃 也就是说白棋没有办法在里边紧气 而只好到外边去补齐 那还吓什么呀 十点钟下到这个时候 白棋再追了一吃 黑棋接上 白棋一看要想和那个对杀 只能说什么 先宽这个气 让黑棋把外边吃掉 白棋再去扑这个窝窝囊囊的结 这个很难受的气 这个是虽然是抵抗 但是肯定不行 所以下到这个情况 虽然只有六十五手 但是 于滨已经看清楚了 由于这个有断 这边对杀 白棋已经不行了 所以于滨只好忍输 这半期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